一些輔助的工具 大家比較有聽過的 應該就是所謂的人工耳刮了 不過這樣的東西 要怎麼樣輔助我們聽得更清楚呢 今天很高興 請到賈東紀念醫院 人工耳刮中心主治醫師 陳冠華 陳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陳醫師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陳醫師 趕快問您了 人工耳刮是一種電子的設備 那誰比較適合用這樣的人工耳刮呢 基本上我們的人工耳刮 它一開始所設計的範圍是說 兩側耳朵都是極重度聽力損失 基本上都是超過80分貝以上的 這樣子的人 我們才會說建議要做 人工耳刮的這個手術 那基本上目前因為 一些技術上面的進步的話 如果是一邊的耳朵聽力損失 那或是說甚至有嚴重的耳鳴 這些病患 我們也會建議它 這是一種考慮之一 為什麼一定要兩隻耳朵 都用這樣的嚴重傷害 才可以用到這樣的人工耳刮呢 因為基本上在這種 極重度的聽力損失的病患上面 人工耳刮可以給他們最大的幫助 那如果是比較輕微的損失的病患上面 其實助聽器或是其他的聽覺服器 就可以給他們很好的幫助 那做這個人工耳刮的手術 會有什麼風險 民眾需要自己先評估的嗎 基本上這個手術的風險的話 第一個因為它必須是一個 全身麻醉的手術 全身麻醉 對 全身麻醉的這個部分 有麻醉的風險必須要評估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在做手術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講 人工耳刮的手術 它就是一個顏面神經的手術 因為這個顏面神經 它從大腦出來之後 會經過我們的耳朵 再出來到分布我們的臉上 所以說在做人工耳刮的話 必須要很準確的定位 這個顏面神經的位置 所以說這個顏面神經的傷害 也是一個可能的併發症之一 那做完之後會有副作用嗎 基本上做完之後 當然畢竟我們有開了一個刀 這個傷口會在耳朵的後面 那以我們醫院而言大概是大概2.5公分的傷口左右 2.5公分 對 所以這個傷口一定應該 剛開始一定會有一些輕微的 非常輕微的腫痛的狀況 但是隔天之後就會覺得很舒服很多了 那基本上做完之後除了 我剛剛講的顏面神經的傷害之外 其他再來大概沒有什麼很大的副作用 那個傷口需要特別照顧它嗎 還是說跟一般的傷口其實照顧方式沒有兩樣 其實傷口因為傷口也很小 那所以說照顧起來也非常的簡單 大概跟一般的傷口照顧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那手術做完之後需要做什麼復健嗎 手術之後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做後面的復健 因為這個 哪些復健呢 這個人工耳瓜它跟一般的像助聽器不一樣 助聽器是戴上去之後馬上就可以聽得到聲音 那但是這個人工耳瓜呢 它因為它是改變了這個聽覺刺激的路徑 它是用電流直接去刺激神經 所以你聽到的聲音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必須要重新學習 例如聽到的聲音有什麼不一樣 對 聽到的聲音的話 每個人開完之後那個聽到的聲音差別很大 因人而異嗎 對 有些人會覺得說 好像是有點像機器人的聲音 比較平一點 那有些人又會覺得說 開完之後就跟以前他記憶當中的聲音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差別非常的大 但是不論如何 因為它的刺激過程已經改變了 所以說一定 我們就會跟病人講說 開完手術之後 你就要當作重新再學習一種語言一樣 重新去聆聽那個聲音 從最簡單的身體的五官開始學起 那之後再慢慢擴展到其他的部分 那對其他生活來講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嗎 剛開始的話一定會覺得很不習慣 對啊 聲音都變得不一樣了 對 那個聲音都整個都變得不一樣 那但是重新學習之後 你就會覺得以前 因為這些病人 常常都是屬於非常重度的聽力損失 是 生活當中很多微細的聲音 他們其實都沒有聽到 比如說像風吹的聲音 下雨的聲音 或有的時候甚至紙張在飄動的這種聲音 都不會聽到 那他們在開完這個手術之後 因為聽力很大幅度的進步 他們都會聽到這種聲音 就是可以更了解他自己的生活一點這樣子 對 在生活上面會差異非常的大 那治療這樣子做人工有關治療的話 它有一個黃金期嗎 就是說把握什麼時間去做這個治療 效果會是比較好的 有這個黃金期嗎 有 它其實是有這個黃金期 那就要這個 但是就要來用病人的族群來分類 如果是小朋友 尤其是像出生就聽不見的這些小朋友 這些小朋友上面 他們治療的黃金期非常的重要 那基本上我們都會建議 在兩歲之前 要進行這個人工耳瓜的植入手術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小朋友 有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他們腦部的發育 我們腦部在聽覺這個發育 在七歲之前會達到一個穩定的狀態 所以我們都希望越早幫他做這個手術 讓他有很好的聽力 學習跟成長的狀態 他的聽覺的學習才會好 之後他小朋友已經都是這樣子 聽得好 聽得懂 他才會講得好 理解 對 所以一定是要在趁早 最好在兩歲之前讓他植入 他的發育才會好 之後出來的口語 講話才不會有口音 那另外呢 其他有所謂的黃金治療器嗎 如果其他對於成人而言 上面的考量就比較不一樣 那如果成人而言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看 它是什麼樣的兵因所引起的 那如果是一些比如說感染造成的 像腦膜炎造成的聽力損失的話 我們就建議這些病人也要趁早開 希望能夠在疾病發作的兩三個月之內 就盡早的手術 不然會有裡面耳瓜骨化的問題 對 那如果是一般的成人的話 就會依照他的考量來 這個時間就沒有這麼的急迫 會依照他的需求來判斷 好 醫師剛有提到說 人工耳瓜跟助聽器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們的優缺點哥在哪裡呢 好 那那個助聽器的話 跟人工耳瓜兩個最大的差別 就是他們的刺激的方式不一樣 那助聽器其實大家可以簡單的原理 把它想成是一個很大的麥克風 它會把接受到的音量把它放得很大 讓我們聽得到 所以基本上你聽起來的聲音 跟你原本以前從耳朵聽到的聲音 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喇叭它有一個極限 它沒有辦法把聲音放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說在這種聽力損失比較嚴重的病人上面 他就必須要靠這個人工耳瓜來幫助他 這個人工耳瓜 因為它是把聲音的刺激轉換成電流的刺激 它可以把那個聲音放得非常的大 所以說對於這些病人來講 他們的聽力會得到很好的補償 但是要面臨那個問題就是說 開完這個刀之後 做完植入這個手術之後 它要花一段時間來好好的訓練 它原來的聽覺 那做完這個手術之後 它有所謂的使用期限嗎 我手術都做了那可以用多久呢 所以照我們原本的設計 這種耳瓜植入的部分 它其實是要使用一輩子的 因為它放進身體之內植入 就會建議要使用一輩子 但是尤其在小朋友身上 那基本上因為科技會一直持續的進步 對 那所以我們的統計是說 如果真的一個小朋友 他出生就植入的話 他這一輩子可能會需要 大概至少再兩次的 這個重新的植入這個部分 就是觀察它 然後更新設備這樣子 對 主要是設備的更新上面 好 所以人工耳瓜是利用儀器 然後再配合上手術 讓患者可以接收到最好的聲音 傳遞訊息 有需要的觀眾朋友 不要忘了今天醫師的小丁寧 謝謝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再見 再見 再見